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在疫情 然后现在是变成地方性的疫情 然后你就会看到世界各地的国界开始开 然后其他人就已经开始到处去 然后过后教会也一直在强调讲到 我们现在是进入一个后疫情 然后我相信你教会的领袖跟牧师都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要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事情 然后我就在观察在世界各地现在的变化是什么 在这里我就给大家一些的警告 关于这个从疫情到后疫情所要注意的事项 所以透过过去两年的疫情 我发现到有几样事情是我们要注意 就是我们不要过度依赖电子科技 大家都知道我是很科技型的人 然后我是那一位把电子科技带进校园的 然后同时现在呢在我们的事工当中 我们太过依靠电子科技 就是教会有花很多的时间还有资源 来到维持关于就是在线上的这些的训练 或者是崇拜 我不是说如此做是错 但是如果我们太过依赖 然后觉得这样子做下去 能够带来即时性的转化 那么就不太正确 因为科技呢只是一个工具 如果我们完全依靠它 那么我们就会失去那个的意象 然后我也有观察到一些的教会 他们很注重就是透过科技 在媒体上或者是在线上 然后他们现在所注重的 已经是来到追求品牌 就一直在推广就是关于自己的这个品牌 就是关于就是看到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事工来到所谓的搬出去 给外面的人看见 他们更多来到专注于在这个媒体多过门徒训练 然后现在就是他们过度于的来到专注于 就是要如何来到维持多过来到专注于上帝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发现到观察到 就不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关于到就是 保护自己 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过度于来到强调 我要保护自己的话 多过来到学习如何牺牲 然后有些人就为了自我的保护 然后就放下了事工 然后耶稣也有说 就是你要计算你的这个代价 所以当我们在事工服事过程当中 我们都要付上这个代价 虽然我们要照顾自己 但是同一时间我们也要付代价 甚至是我也发现到 现在教会就有讲到 就是关于要很实际 就是相对性的 就是要来到迎合现在的文化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开始进入 这个地方型的疫情 我们不可以忘记 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不可以忘记 教会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教会的定义 就是教会在这个社区当中的角色 所以让我们不要就是妥协 然后相对所有的事情 就是我们太过迎合他们 然后导致 其他人会觉得 我们不再像是一个教会 因为我们已经失去原本的定义 因为我们跟外面的社交平台 甚至是好像这种激励的演讲 已经没有分别 我们更深进入看到牧者的角色 就好像你和我 所以当我们在经历着这个的转化 我要提醒大家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忽视 我们主人给予我们先知的角色 我们是被呼召成为牧羊人 我们来这里不是只是给意见 也不是来到这里维持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来到维持 然后也会来到给予这个的想法 但是我们是被呼召成为群众的牧羊人 在当中你们有些人即将要毕业 我要特别的来到把这个信息交给你 所以你是被呼召来到做群众的牧羊人 所以让我们来一起看 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 到第十章一节 然后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Matthew 9 verse 35 I'll read from the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then followed by Chinese translation Matthew 9 verse 35 And Jesus went throughout all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 and proclaim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and healing every disease and every affliction when he saw the crowds he has compassion for them because they were harassed and helpless like sheep without a shepherd then he said to his disciples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laborers are few and therefore pray earnestly to the Lord of harvest to send out laborers into his harvest and he called to him his twelve disciples and gave them authority over unclean spirits to cast them out and to heal every disease and every affliction 三十五节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千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家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家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全病 能赶足乌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马太福音第八和第九章 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 然后耶稣医治病痛了 然后就赶足乌鬼 然后叫风浪平静 甚至是叫使人复活 所以耶稣到处去 来到教导还有传讲 神国的好消息 而在当中也有一群人 不喜欢耶稣 这些人就是法利塞人 他们就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到赶鬼 那么当然耶稣依然继续他的事工 就如刚刚我们读经文所看到的 耶稣看见这人群 他们就好像没有牧羊人的羊 在这之前呢 其实耶稣已经开始 来到做这个事工 然后直到 听到就是法利塞人这样子说他 他是靠着鬼王来到赶鬼 然后耶稣就这样子回应说 这些人好像没有牧羊人的羊那样 为什么耶稣会忽然说出这一句话 这句话呢其实一点都不陌生 这句话呢其实在旧约是当人民 他们没有这个君王 或者是没有先知的时候 就会来到这样子引用 说指他们 然后就是没有人来到带领他们 然后人民就来到拜偶像 所以耶稣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还有跟法利塞人的控告之下 这句话不仅仅只是表示 耶稣很重视这个事情 然后他也好像一个先知那样 他再来到预言 就说这一群宗教领袖 然后我再给大家一些背景 关于这一句话 在以西结书第34章1到6节 Prophet Ezekiel says this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on of man Prophesize against the shepherds of Israel Prophesy and say to them And even to the shepherds Thus says the Lord God Oh shepherds of Israel Who have been feeding yourself Should you not feed the sheep You eat the fat You clothe yourself with the wool You slaughter the fat ones And you do not feed the sheep The weak you have not strengthened The sick you have not healed The injured you have not bound up And strayed you have not brought back The laws you have not sought With force and harshness you have ruled them So they were scattered Because there was no shepherd And they became food for all the wild beasts My sheep were scattered They wander all over the mountains On every high hill My sheep were scattered Over all the face of the earth With no one to search for them The Lord said Yoh and Huah的话 Lin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 攻击他们 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祸哉 以色列的牧人指知牧养自己 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 你们吃自由 穿羊毛 宰肥壮的 却不牧养群羊 瘦弱的 你们没有养壮 有病的 你们没有医治 受伤的 你们没有残果 被逐的 你们没有领回 吃伤的 你们没有寻找 但用强暴 严严的挟制 因无 牧人 羊就分散 既分散 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的羊在珠山间 在各高岗上流离 在全地上分散 无人去寻 无人去找 耶稣不是 没有根据的来到 说这句话 因为法利赛人 应该就要成为 群众的牧养人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像法利赛人那样受教育 因为他们是要有这个 要学习要如何来到 读这个 然后牧养人 就应该要来到牧养 他的人 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牧养人应该要去帮助他们 然后这些人是在不同的城镇当中 患病 然后他们应该要去到来 为他们祷告 但是现在谁在做这些事情 耶稣就是那伟大的牧养人 然后法利赛人 他们无法来到辩认 耶稣就是那位救赎者 甚至还诬蔑他说 他是靠鬼王来到赶鬼 所以耶稣用这一句话 不是很意外性的来到用这一句话 这一群人 他们流离 他们受伤 是因为没有牧养人 所以我们应该要如何回应 所以你们应该要求庄家的主人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家 所以这里是跟刚刚耶稣所说的东西 的话是有连接性 然后那些应该要牧养羊群的 他们已经失败 但是庄家已经称说 我们需要有人来到牧养 所以耶稣就呼召这班门徒 然后就拆派他们出去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在历史当中 记载这一个是最快速的一个回应 紧接着耶稣就叫十二个门徒 然后就打发他们出去 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 教会会祷告说 哇 要拆派 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 那么在这里 耶稣到底拆派了谁 就是他的门徒 就是他们全部十二位 包括那个接下来会背叛他的 然后被称为门徒的他们 这个时候都被拆派出去 我们都是被呼召要被拆派出去 然后我们是出去要成为他人的牧养人 我们今天遇到的危机呢 就是我们几乎要成为法利赛人 然后我们就是与彼此之间来到做相比 然后当这个妒忌进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 我们看到别人做得比我们好 我们就会开始污蔑 当我们看到别人在受挣扎的时候 我们没有做任何举动 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们 这个是我要告诉你们的 我们在神学院这里 我们有这个荣幸 能够来到备受装备 来到备受训练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而且最初的原因 什么东西 让我们在这里 我真的是祷告 希望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知识 不会来到使我们高傲 我也不想看见 就是当我们踏出学院之后 以后我们看到有人受到这个 在挣扎当中 然后我们无动于衷 所以我们不要成为 我们已经受了训练 我们有很多神学知识 我们是被呼召成为牧羊人 让我以这个来做结束 成为一个牧羊人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喂养羊群 我们所有人 要来到喂养羊群 所以在当中的老师 同工 学生 就是我们在这里是被装备 然后要来到把神的话语 来到教导他人 有一位牧师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 有两间教会来到邀请你 去教导神的话语 然后是在同一天 一个是大一点的教会 一个是小一点的教会 那么你会如何做选择 然后很资深的牧师呢 他就会说 我会去小间的 因为他的回应就讲到 大的教会呢 他们还有其他的资源 可以邀请其他的讲员 小的或许没有 在我这个服事的旅程过程中 我在大型教会 跟小型教会里面教导 或者是甚至 一群没有在教会里面的人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 一个固定的回酬 但是虽然有些时候 我会有这样子的意念 会觉得 大家可能可以给多一点 但是这个是体外化 因为我无法把神的话语 变成一个生意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被邀请 去教导 或者是去讲道 要很清楚 记得 这个是你的护照 成为牧羊人 所以身为牧羊人 这一个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来到传福音 因为我们是牧羊人 所以我们不可以 因为有没有任何的 爱奉 或者是回报 才决定要不要去做 成为牧羊人 我们要保护羊群 我们要有这个怜悲的心 就好像耶稣那样 看到他们的需要 来到帮助他们 来到满足他们的需要 如果来到哪一个时刻 你发现到 你感觉不一样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开始 审查自己的内心 如果你看到 他人有需要的时候 你的心会觉得 不用紧啦 每一次都会有人 需要忘掉他吧 我们不是弥赛 我们无法来到 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 我们 成为牧羊人的我们 我们看到羊群 有这个需要 我们至少 要有那个怜悯的心 要来到帮助他们 所以这个也是我个人 挣扎 当很多时候 就是学习了很多 然后职位跟服事 越来越多的时候 真的是自己会开始 感觉飞上来 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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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 就是 因着耶稣 然后我被提醒 有很多人来到 跟随耶稣 因为他们 要耶稣来 医治他们 然后耶稣 就是持有 这个怜悯的心 到最后 即使耶稣 被钉在十字架上 祂知道是这一群人 把祂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祂依然还是 祷告 赦免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 我在这里要提醒你们 不管如何 都不要改变 这一个心 或许在接下来 你在教会当中 你会被提拔 你的职位 或者是你的 服侍岗位 会越来越高 但是要提醒你的 就是不要忘记 这一颗心 就是为着你教会 有疾病的人 来祷告 来到支持那些 有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最后呢 身为一个牧羊人 我们要带领羊群 然后就是我们 要来到警告 他们关于 这些恶势利将 要来攻击他们 我们要训练他们 来到辨别 神的声音 然后来到 知道国家 社区 将会发生的事 我们不可以忽视 然后认为这件事情 它会自然发生 我为这一间教会 来到预备 启示录的教导 在启示录当中 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意象 所以那个问题在于 我们看到这些意象的时候 我们是看到 神让我们看到 是在天上将会发生的事情 还是以属世的眼光 看到地上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 为大家祷告的就是 让我们能够来到辨别 神要告诉我们的 所以让我们不要 因着我们在属世上的 这些任何的消息 新闻 来到 来到 搅扰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 好牧人 就好像耶稣那样 就是 五旬中的讲员 结论又在结论 我们是被护照成为 群众的牧羊人 就是时刻 要保持谦卑 让我们祷告 主要谢谢你 今天带领我们 谢谢你的话语 主要当我们向你敞开 我们的心 查看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像法利赛人那样 主要向帝求主你 来到 建造我们 主要让我们不要 失去牧羊人的心 每一天 来到提醒我们 我们是被 呼召成为牧羊人 主要 带领我们 使用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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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不要 因着我们的领导 或者是我们的 地位 身份 来到 圣于 上帝你给我们的呼召 主要 让我们一旦有机会 我们就来到 教导 还有来到 喂养羊群 所以当我们看见 人在 患难当中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 怜悯的心 来到 帮助他们 让我们有这个 辨别的 灵 来到 知道 上帝 你的旨意 让我们用着上帝 你的这个 引导 来到 引导 人 来到 你的面 前 主啊 塑造我们 成为 像耶稣 那样的 好牧人 就是愿意 为这羊群 来到舍己 主啊 破碎我们 破碎我们的 骄傲 破碎我们的 自我 让我们成为 普通人 就如 一个牧羊人 那样 在你的时间上 替你把我们 放置在的地方 提醒我们 我们依然是 你的牧羊人 用耶稣的名 祷告